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这三场国战的话 分别由艾斯堡 农丽斯的Speechless和爱影政协提供的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大家对司徒的支持 司徒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场啊 第一场我们这边是一个大鼠国啊 那么不一定是大鼠了 那么说不定是小老鼠啊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爱吃咪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啊 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选了一个啊 马 马超和啊 吸血 马超和吸血 那么刚才的这种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就啊 骑驴看畅门 走着瞧 走着瞧 那么三号位这边啊 直接盲剧大卫 那么大卫表示不服啊 敢杀我草皮 我偷啊 偷给你看 然后还有过拆 过拆直接没拆到闪 没拆到闪 那么三号位表示 你敢吐 我就敢闪 怕你个啊 不怂 不怂 那么这个地方再看南蛮的话 应该是非卫武 应该是非卫武 这个南蛮看的应该是非卫武 那么这边的话应该也是非卫武 结果人家自跳啊 自觉跳出来 我就是打工皇帝 不必踩我的身份啊 乖乖给你打工 那么一般情况下 有打工皇帝在的时候 草皮总能捡到便宜 总能捡到便宜 翻一个人头到时候再摸几张牌 在摸几张牌 那么这个地方啊 没想到啊 在人家打工完成之前啊 没有窃取到胜利的果实 就直接啊挂掉了 就直接挂掉了 所以啊 天不留完 那么这个地方再开一个南蛮啊 结果司马出来 跳出来之后的话 就直接啊 那么吃我一击啊 主攻快走 主攻快走 那么直接 那么看这个样子啊 司马应该要挂了这边啊 大双加小双啊 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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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在这 非常温柔 非常温柔 对司马也是非常温柔啊 只抚摸了他一下 抚摸了他一下 司马就乖乖啊 受想 乖乖受想啊 躺在了双儿的温柔箱里面啊 要么双雄 要么无双 是吧 是吧 那么由于啊 这个局面瞬间铭脑 三个大群 三个大群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取胜呢 如何能够取胜呢 那么就看我们这个队友在这边啊 骑着咆哮的猎攻 这个非常啊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 那么还差一下 不然的话 估计啊 这个双二在这边的话 应该也抵挡不住啊 这么粗鲁的男人 这么粗鲁的男人 那么这个地方 由于出了一个庞德啊 我们这个 你说不闪吧 又不好 闪吧 也不好啊 是吧 不闪吧掉鞋 闪吧又弃牌 所以啊 都是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那么为了刚才 其实如果为了保证一点实力啊 可以不闪 因为毕竟你那个顺手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 你要顺到 把人能顺 顺手牌到时候能收一个人头 还能回血啊 能回血 那么这样之后 虽然刚才啊 这个其他该打工的都打工完毕了之后啊 我们这边啊 貌似啊 有点有点难 但是啊 刚才利用了这个啊 那猎公骑着咆哮啊 这个老妇非常的残暴啊 这个之后的话 就是还是有点利的 有点利的 那么这个 这里的话 我们应该能赢啊 应该能赢啊 那么刚才万剑没出闪的话 可能也是考虑这个人王啊 因为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想要打到大嘴的话 那么你只能靠杖八啊 杖八 摸到红杀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你只能靠杖八 杖八的话 你手上啊 又缺红牌 那么你只能靠这个闪 靠这个闪 那么最后的话啊 大嘴手上正好又没有闪 那么所以最后直接带走 那么整场啊 这一场啊 这个鼠啊 其实真是余温得利啊 还是靠一个打工皇帝把那边啊 都啊 该死的死 那么那边啊 司马跳出来之后啊 还是为我们打工 说啊 老子牺牺牲自己啊 都要干你们全熊啊 干你们全熊 结果那边啊 就直接把甲云那边啊 算是 压了压血线 压了压血线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依靠了自己啊 骑着咆哮的猎光 那也是啊 一副当官啊 一副当官 万副莫敌啊 万副莫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 那么第一场全熊 第二场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个 公兽组合 公兽组合 是吧 那么这 这一对后继有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是吧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公兽分明 公兽分明 那么一对小情侣啊 小情侣 那么一号位棋牌 二号位棋牌 三号位 你这个真机开了干嘛 开了干嘛 就是我们常说的 你这个啊 第一回合啊 你开的必要是什么啊 你摸了牌之后 你去打谁 打了之后 说不定忙的是自己的队友 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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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个男门开出来之后的话 这边啊 酿了啊 一个呢 一个啊 蒙获 一个蒙获 然后这边一个口龙 一个蒙获 两个都挺蒙的 都挺蒙的 那么六号位这边出了神将组合 神将组合 都是加消气 那么这个就无需多说了 这个很常见的一个比较淫荡的组合 那么这边啊 八号位直接把董泰师跳了出来 那么你这个董泰师跳的不太懂了 不太懂了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属罗跳出来之后啊 觉得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淫荡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直接盯着路神那边砍了 就盯着路神那边砍了 这边的话 一对肩负淫荡啊 肩负淫荡 那么还是要 也是要打一打的 都不太好打 都不太好打 那么这边出来了大吴之后 我们这边啊 想卖个蒙 我们这边卖了个蒙 想顺手顺那个的 但是这种啊 有的时候就是啊 实战经验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啊 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顺兵心切 那么到时候反而反而暴露了这个 有的时候忘了这个基本技能 人家自带啊 清顺 自带清顺 所以你这就没办法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直接一个挂起来 连奴啊 吐吐吐吐吐吐 那么吐下了两个人 这个第三个人还是要吐下来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把你吐掉 那么这个地方充分体现了 一开始啊 这边啊 诸葛啊 月音 夫妻打的 判断之准确 确实啊 你这种强大的组合 你一定要控 你一定要控 而且刚才前期控了 香香也确实被控了一点 但是还是没能控住啊 只要他不死 那么接下来这个刷牌的组合 那么他就啊 就完全可以啊 完全可以那个搞定 搞定 你看这边刚才直接连奴啊 连奴一波推 连奴一波推 那我们这个地方啊 最后啊 这个我们也可以退走了 也可以退走了 一个炸祥 直接最后再一个反进啊 拜拜 拜拜 炸祥加反进啊 直接拜拜了 那么这一场的话 主要主要还是啊 我们这边的这个队友啊 非常强大 队友前期啊 队友给我们天下打了一半 连奴 连奴三人 连奴三人 后期啊 这依靠了我们这个这边啊 不要小看说什么黄盖 没有用 没有用 关键时候啊 一波带走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不适合持久战 也不适合持久战 你很难保证司马人家加真心没有爆发 没有爆发 人家到时候一堆啊 一堆啊 洛神加天命 改判一堆牌 到时候再莫格来个年奴 你这完全啊 也挡不住啊 也挡不住啊 这一波一溜烟啊 这一溜烟回合外都没防御的人 所以啊 我们这个地方最后这个反剑加苦肉的一个啊 配合也也有所体现 有所体现 至少把这两个人轻松拿下 轻松拿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 第三场 那么前期看了 大鼠大巫 那么我们看一下一个大拳 那么我们这边选了一个美女与禽兽的组合 美女与禽兽的组合 啊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 美女与老头啊 美女与老头 比较骗态 变态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啊 前面啊 我们七号位 那么里面前面六号位打着他都比较猥琐 都直接弃牌 都该弃牌的都弃牌 然后就轮到我们 就轮到我们了 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托管呢 为什么托管呢 这个地方打着 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啊 这个托管啊 难道是去上厕所啊 上厕所 那就不管了 反正重点啊 这前期啊 我们就不管他了 反正前期啊 这个我们提前看过了 也打得不是太好 关键是后面 后面的有一些重点在 那么刚才八号位啊 去盲乐一号位 那么被迫自己的队友 路神啊 酿出清炫 酿出清炫啊 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就常说国战 你不要去盲区 你盲区的风险啊 很大 这个地方盲区队友 被迫路神出来了 路神出来 这个组合非常牛逼 组合是非常牛逼 但是牛逼之后 他亮出来之后 他没有目标啊 没有目标 他即使夺视刷牌啊 他去打谁呢 去打谁呢 那么这个地方被迫 你们被搞了 被搞了 不仅你大师这么营浪的这个人啊 人在 你这边还有这个啊 还有这个大 呃 香香跟路神啊 这边大刷牌组合啊 你这个所以 很难啊 很难 就把嘲讽啊 都吸引到自己那边了 那么四号位就大无 这应该是大无了 这个没什么疑问 没什么疑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由于啊 一开始都处于托管 这个态度肯定不是太好的 这个我们是极其不对劲的 这个极其不对劲的 那么由于五五啊 亮出来之后啊 这个嘲讽之必然很高 这边还有一个五五 所以我们这边啊 即使有话多这种啊 难死的角色赛的话 那么属啊 卫国在那边的话 也是要配合我们打一场 何黄这边被乐了 所以卖牌的话也是啊 尽量卖了卖 尽量卖了卖 那么这个地方直接一杀啊 把大师带走 收三张 收三张 那么我们一个乐不速 然后啊 满血复活 满血复活 那么你狗狗 呃 刚才的那个补义啊 那么对我们 杰命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收益 那么由于啊 我们这边的话 乡象啊 依然啊 这边171啊 想的是乡象 可能还是嘲讽之最高的 那么先把他收掉 先把他收掉 那么这个地方开南门的话 肯定是非五啊 非五啊 结果他自己亮出来 亮出来 那就不管了 那么大五死了 风水的牛战 是吧 30年河东 啊 30年河西 那么河东死了 就该你河西倒霉 河西倒霉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贝勒了 那么留一张远交近光 下回合 啊 刷三张牌 大烧牌 那么这个地方啊 其实 历史的必然趋势啊 就是啊 这个一个朝代负面啊 接着一个朝代就要兴起 我们你这个啊 我们这个全熊啊 全熊更替 更替为啊 我替这个吴国啊 抵过 那么这个地方继续 取如手机 有无探能取物 那么这个八卦也是水的很啊 水的很 那这个地方又遇到黄中张飞啊 骑着咆哮的猎攻 这非常惨的 瞬间的话 我们可能就挂掉了 我们可能就挂掉了 但是这个地方 诸葛吃桃吃的有点草率 有点草率 应该可以直接刷牌啊 火攻可说不定可以把我们这边血线控住了 控住了 那就不管了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一写的时候还是非常危险的 主要他们一写在 只要有两个年纪 我们就打不动了 就很难啊 无力回天 那么一旦我们回血回起来之后 那么就是他们想要杀我们 这个就是难度比较大了 那么由于我们的人王被诸葛顺走了 顺走了他还挂起来 这个打的有点问题 你这人王肯定自己留着咧 自己留着 怎么可能说去装呢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选择都有问题啊 桃子直接吃掉 然后加一张牌 骑囊 然后一张杀 你就不用出杀了 就不用出杀了 人家黄中在那边啊 都杀你杀杀干净了 你直接一个调戏啊 你直接一个调戏 这个地方整体而言的话 对你讲的话 两个人你随便谁啊 掉鞋 反正你保证他们啊 稳定掉鞋就行 没必要去杀他们 你杀了是浪费你的手牌 你只要保证一个调戏之后 他们那个 掉鞋 然后我们保证 排不一出就行了 没必要说浪费一张杀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刚才打的稍微有点问题 稍微有点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火弓 那么我们还有一张闪啊 保存实力 保存实力 那么这个地方继续清囊再加一张调戏 那么八卦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 要的话也没用 黄中那边自带裂弓 自带裂弓 那么这个地方不用拆啊 不用拆啊 这个完全是 所以刚才两个这个地方 该调戏的 你直接调戏 这锦囊你用了干嘛 用了干嘛 浪费啊 你这个刚才直接调戏就直接结束了 你干嘛去拆呢 是吧 那么这样啊 最终啊 达到了这个目的 那么最终啊 是利用了这个调戏 让啊 他们数国啊 这个损失比较惨重 损失比较惨重 最终的话 我们还是取得这场胜利 那么这一场的话 华佗和叼成这个美女与老头的这个组合的话 那么整体而言啊 组失掉这个地方 打的不是特别完美 不是特别完美 该调戏的就我们说的 最后啊 但是最后能取胜还是依靠的技能 个人的这个 呃 技术的话 有待提升和改善 但是这里我们主要还是啊 体现一下技能的优势 你这个离戒 每回合必离戒 那么他们必掉血 那么最后虽然我们一打 但是我们毕竟画图还有轻拿加急救的这个防御在 所以的话 呃 最后还是能把这两个满血的人啊 打到最后 打死 打死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点点 主要是体现技能优势啊 个人技术有待提升 呃 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啊 而今天我们呃 这三场就都到这里了 都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